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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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我是張哲偉 你們可以叫Wales 今天的主題是使用Ruby建模 首先我先來個自我介紹好的 這個下面的圖片是我的個人網站 然後那個QR Code是我個人網站的 QR Code你可以去掃描得到我的網站的連結 然後我自己的話呢 我叫張哲偉 其他人叫我Wales 那我曾是一位技職國少 在2017年代表台灣參加技能競賽 然後目前呢 在Cyberbeats擔任工程師 主要寫的語言是Ruby on Rails 然後目前呢 我同時還是一位學生 像大五言必在 然後預計今年9月要飛去德國交換 然後這是我第一次參加CostCop 主要是被卡米哥拖來的 原本是只有講缺霸一鬼 但想說Ruby鬼也來分享一下 好,那 第一個是,首先是ScheduleR是什麼呢? 剛剛其實已經有一個破題了 就是ScheduleR它是一個 3D的建模軟體 那它常用於建築界,然後遊戲跟都市計畫中 那它算是一個入門款 相對來說比較簡單,直觀以及好上手 那它與Ruby有什麼關係呢? 簡單來說是,我可以使用Ruby來建模 更詳細點來說呢 是我可以使用Ruby去呼叫ScheduleR Ruby API去驅動整個ScheduleR 來達成程式化建模 那程式化建模這件事情呢 可能各位會沒有一些概念 它可以做什麼事情 我以營建業的來說 它可以做到什麼事情 營建業的話呢 它們會需要去建造 如圖現在所示的一些鋼筋啊 或者說板鋼筋 那旁邊的是鑄鋼筋 那這件事情呢 就非常適合在ScheduleR上面去做一個 呈現或者說設計 或者說統整 那我參考的是一位 是一位泰國的廠商製作的一個套件 那我基本上複刻了它一部分內容 為什麼我說複刻呢? 是因為我們ScheduleR的套件一做出來 它都會被加密 那我只能拿到它的HTML 我沒有辦法拿到它的Ruby檔 那它做的功用是怎樣子呢? 它是先把建立好一個結構體 之後呢去點擊參數 然後最後建造出一個 符合這個結構體的鋼筋 那它解決的痛點就是 以參數自動建構鋼筋 然後並且可視化鋼筋擺放方式 這件事情呢 對像我這樣的麻瓜看不懂 建築圖來說會非常有用 因為我就可以知道說這個鋼筋擺得正不正確 然後再來是它可以統計所需的鋼筋總量 那相比手動建模來說它減少95%以上的時間 那我們就來demo看看 那這是一個ScheduleR的畫面 我把它用成全屏一下 這是一個ScheduleR的畫面 各位抱有看到嗎? 是不是有被裁掉? 好 好 好我把它想辦法移過去 好那ScheduleR的環境呢 我們可以去使用上面的一些功能 去建造一些內容 那我先以最簡單的舉例 所以我們要建造一條線的話呢 我們可以使用Pencil 然後畫出一條線 上面有看到嗎? 好 然後之後呢 這就是一條線 那我們知道一條線它可能是一個翼尾 那但是呢 一條線沒有辦法構成一個面 那如果要構成一個面要怎麼做? 就是我們至少要三條線嘛 圍成一個正方形 圍成一個三角形 好那圍成一個三角形 假如說你這三條線是一個閉合的話呢 ScheduleR就會自動幫你去建立一個表面 好 那有了表面之後呢 它是一個二維的物件 那我們就可以做抬身 把它變成三維 那這就是一個建模的流程 好 那我這邊呢 我們再示範一個用矩形的部分來建 建完之後呢 我們做抬身的動作 好 然後並且呢 抬身完之後呢 我們去把它 變成一個 變成一個群組 好 那我現在來demo一下 套件到底在做什麼事情 那 這是一個結構體而已 但我們要在裡面放入鋼筋 那我們這邊參數 假如說都先不用動好了 那它最後跟我說建置好了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它裡面呢 是已經被排入了相應的鋼筋 並且呢 這個鋼筋呢 還可以做統計表 那各位會在上面看到一個單位長度 它是指說我們工廠出來的鋼筋 一整支 它到底它單位長度是多少 例如像這邊它是10公尺 那我們要符合這個鋼筋的擺翻方式 就必須要有一些切法 或者說它會有一些數量的要求 那點完之後我們就可以得到統計表 假如說依照我們剛剛那個鋼筋的總量 我們會需要這種單位長度的鋼筋 10公尺的鋼筋 我們需要42隻 並且呢我們要使用一些切法 那為什麼會有就是超過的情況 是因為 呃有的時候單位鋼筋 它沒有辦法負荷 那我就會以負 負掉 廢掉式以負的方式 來告知使用者說 那它是 呃這樣子是不夠的 它會需要一個更大單位的鋼筋 然後這裡可以看到它的數量有38個 然後下面這個是5.75的 5.75的切法 然後切完之後它廢掉會產生4.25 然後總共需要4個 好 那我們來做一下就是 假如說它是一個 假如說它是一個這樣子的建築物好了 雖然說這看起來不太像是一個建築物 那假如說使用我們的套件的話呢 可以多快的去製造出來 那我們直接點選這四隻鋼筋 然後通常這四隻鋼筋 都會是一樣的參數 那我們就把它填入 例如說我們旁邊可以把它 設成是不一樣的顏色 讓它上面突出呢 例如是20公分 然後它是135度的彎 好 然後之後建模 那它建起來呢 就會相對於第一個來說 就會比較慢一點 好 然後之後呢 我們再建下面這個表面的 那這個表面我們就隨便選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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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建造完之後呢我們開一個透視的功能 就可以得知說這個建築物裡面呢都放了一堆的鋼筋 那這就是用我們套件去產生出來的內容 那同時呢我們還可以去檢視它裡面的 它裡面的群組 我們可以去統計說它到底需要多少的量 假如說這個是20好了 它就可以評估說 那我這整個建案我到底需要多少的鋼筋總量 然後並且提供一個可以用的切法 來告訴現場人員說我該讀核去施工會比較快速 好 那這個主要就是demo目前套件的內容 那 剛剛各位所看到的呢 它的呈現方式呢 會是像是這樣子 有點像是我們在開發網站的時候 我們從我們的右上端這個部分 一個表單你使用者按下OK之後呢 送出一個request 那中間接的話呢 就有點類似control的概念 那我是一個command去接 然後之後呢 因為我中間需要做一些轉換 為什麼需要轉換 因為我們JS傳過來的 通常是一個文字 那我需要把它轉換成數字 再來轉換成我們Sketchr裡面的單位 例如說你是CM單位啊 或者說M單位啊 然後轉換之後呢 最後再做一個random的動作 那random的話呢 就是真正去建築這個建築 好 那我們現場來寫一段 規格的話呢是這樣子的 我們可以讓使用者去開啟表單 然後之後使用者呢 可以填寫直徑高度 然後並且按下建置按鈕之後呢 畫面就會出現相應的圓柱體 那我們是從就是Schedule 它官方那邊的 呃直接esample過來改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esample可以做什麼事情 稍等一下 它開起來比較慢一點 稍等一下 那呃我已經是先把它拉好了 為了減少時間我已經先把它拉到這一邊了 好那 呃它做的事情呢是 延伸程式裡面的 我已經把它換成名字 所以等我一下 不好意思 我正在測試的時候 我寫完萬計刪掉了 那呃呃 它比較麻煩的一點就是 它有的時候 呃 關於UI的一些操作 它在寫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用它 reload的方式 去讓它重新載入 你必須要重開 那它是延伸工人裡面的 這個createCubeesample 它按下去之後呢 就會在原點去建立一個 呃 呃固定大小的一個 正方體 那我們今天呢 我們要把它改成 我們要的需求 那首先呢 有第一步是 那同時呢 我會搭配 呃 ScheduleR Ruby API來做服用 好 那我這邊來簡單解釋一下 這個是我們剛剛載入的 呃一個file structure 那裡面最重要的是這個src 剩下其實都是一些lint 或者說 呃一些file code的 file code的一些設定 那主要是src裡面的這一個檔案 這是一個引路檔 那這個引路檔來說呢 它整個最重要的其實只有這個 第11行 它有點像是我們寫Ruby的Gym 那前面這個是extension的名稱 後面這個則是extension的entr point 那也就是說呢 它會連到我們main的部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main的部分是怎樣子 可以放大一點 喔這可以放大一點 喔這可以放大一點好 可以放大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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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可以嗎 會不會有點 會不會有點 有比較好嗎 好 好那呃 第9行到第23行呢 它是一個function 我們先越過 那我們看到第26行 它有呼叫一個ui.menu.plugin 然後之後addItem createCubeExample 那這件事情是什麼呢 首先我們先說26行 它的uiMenu呢 就是指上面這一排 那plugin呢 指的是延伸功能 之後呢 它去新增一個item 然後叫做createCubeExample 但同時你要注意到 它後面有傳一個block 那這個block代表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按下去之後呢 它會去執行的操作 好 然後它要去執行什麼 執行上面的createCube 那這裡面的事情呢 我們先不要管 我們可以透過剛剛的 呃 範例來知道說 它大概是建造一個正方體 好 那我們現在來去執行 我們要的功能 好 那呃 這裡請容許我 偷記一下 我知道說 它會需要這個html 叫做createDialog 好 那我們 這個是scheduleR的API 我覺得它顯得來說 是非常的詳細 那我們第一個 我們直接去看 initialize 然後直接把這個放例 抄下來 然後並且改寫這一邊 那我呢 會習慣 去再建一個 Dialog 然後之後把這裡的內容放進去 好然後之後這裡呼叫的話呢 就會是createDialog 只不過它 是self的 所以說我等一下 我要把它的 呃 定義改一下 Dialog 好 那這裡的話呢 我們這樣子 就可以去呼叫一個html的視窗 那它是把quam imbed到scheduleR裡面 但是我們不是用seturl 我們會使用setfile這個操作 那這個操作呢是怎麼回事呢 是我們其實已經有一個寫好的 我這邊已經有寫好的一段code 它簡單來說是一個 兩個input跟一個button 那比較特別的是 我按下button的時候 我會呼叫 這一個 呃 JavaScript寫的function 那裡面第11行呢 就會有一個scheduleR.set 那這是一個 它呼叫這個方法 那我在Ruby那邊 就會建議相對的callback 讓它去取得 那我們這邊用setfile 然後之後把它的 稱改稱 因為它是同一個 同一個目錄 同一個director之下 所以說我就直接 這樣寫 好 那寫完之後呢 我們剛剛有說呢 它會需要一個callback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callback是怎樣 這個actioncallback 我們可以看到下面的舉例 它會有scheduleR.set 點點點 那在RubyCode來說 你就是定義一個 跟scheduleR.set 這個相同 同名的action 那它就會自動去 對應到 那你也可以傳入一些場數 我用那個 waper 稍等我一下 好 建立相應的場數 呃 那我那邊是say 我這邊也就不用動的 那首先我傳進來的是diameter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是hi 然後 我會呼叫一個東西 那呼叫的話 原本是create 上面的createcube 但我覺得這個meme不太好 我們把它叫成build好了 然後並且呢 我們會傳入diameter hi 那這裡的話呢 我還會做一件事情 因為javascript那邊傳過來的話呢 它會是文字的形式 因為javascript那邊傳過來的話呢 因此我會做一個turef 然後之後再變成是公尺 然後之後呢 我們會把上面的這個createview的 把它改掉 那我們先做一個 測試 先確認說 它是有拿到的 diameter hi 那這個是關於UI的操作 所以說假如說我寫完code的話 我必須要做一個 重新開啟scheduleR的工作 所以說這是相對來說 開發一個scheduleR套件 非常麻煩的地方 但是只要定義好之後 其實它後面的地方都可以去做 hard reload的動作 那我們開啟console來看一下 然後點擊我們剛剛的延伸功能 這裡就是一個html的表單 按2 1 它就可以出現說 我剛剛輸入的數字 那這裡的話呢 它是斜實的 因為我們還沒有更改 那我們回到我們的地方 那我這邊來解釋一下 這是我們build的一個方法 它裡面的話呢 第11行的model等於scheduleR activemodel 這件事情呢 你可以把它想成 它取得我們現在編輯的scheduleR file 那第12行呢 跟第23行呢 你可以把它想成 它是一個translation 它退回的話呢 只不過它 它是一個退回 它是退到這一步以外 它不會斷在裡面的其中一個點 好然後 再來的話呢 13的話呢 我們先看前面的model.activeintelity 這代表說 我取得整個實體的控制權 然後之後呢 我去新增一個group group的概念可以想像成 我取得實體權 它是一個在root的一個位置 但是我不希望 我直接在root建東西 那我可能會先建一個folder 然後把東西放在這裡面 這也是類似的概念 好 然後下面這個point 對我們來說是不需要的 我們現在需要的是一個 嗯 circle的 我們需要做一個圓柱體 所以說我們會需要一個circle 要等我一下 那這個circle的定義呢 是在intelities 不是這一個 找錯人 intelities 裡面的 欸的circle 好那我們這邊就直接把程式碼拿過來 那我們這邊來簡單看一下 這個 這個messer呢它可以讓我去呼叫 好 呃 傳錄的參數第一個是它的中心點 第二個 normal 這個東西其實是方向 呃 我們需要傳錄的是一個3D的向量 然後再來的話呢 是它的半徑 最後一個是它的解析度 因為我們在Sketchart裡面呢 我們的語言是由多條線去組成 由無線條線去組成它的 呃 趨近語言 那24條就代表說 24條就代表是它是24條組成的 好 然後 我們這邊的話就直接 架一下 好 那 呃 這個的定義方式呢 代表說它會取得我們的原點 也就是0.0.0 然後之後呢我們的向量 欸 呃 XY力 代表說X是0 Y也是0 然後只有力是1 代表說它是一個往上的向量 然後之後呢 這是取一個單位向量 然後對於我們來說 這下面兩行不需要 因為我已經在上面有定義過了 然後我們唯一需要改的呢 是這個 後面的第三個參數 因為它原本是直 原本是半徑 那我們這邊傳入的參數是直徑 因此我們要把它除二 然後之後呢 我們需要把 這堆回傳的線條呢 放在建立面的這個操作裡面 然後我們也需要把 這個 抬升的高度呢 換成是我們指定的 但這裡還有一點要特別注意的是 呃 我們的一個表面 在建立起來的時候 不知道怎樣 schedule它會建立在 一個負向量的部分 因此我們呢 會把它做一個 reverse的動作 好 那我們就可以來看一下 那我 例如說我要建一個 一公尺 是兩高度是為二的 好那我這樣就建立完成了 那這就是一個通過scheduleR就是 我呼叫它的API 然後來達成一個讓使用者輸入 然後之後建立一個它相應的 呃建模的一個內容 好 那 那 這以上差不多就是我今天的報告 謝謝 OK好 目前還有9分鐘 那 那 這樣的話 歡迎大家 踴躍發問 感謝長者 精彩的分享 是 今天比較 比較早開始嗎 不確定 對 好那 呃假如它有時間的話 那我們再加一個功能好的 我們來加一個就是說 我們建立出來的時候 讓它有指定的顏色 這件事情 應該可以吧 我還有9分鐘 好 好 那這件事情的話呢 我們先 在表單的地方呢 先加一個 內容 等一下 這樣就有點低 好那 呃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啦 就是html 它的input 會有color 這東西我是沒有 我是沒有在用啦 所以比較少見一點 好那我們把它加一個color 然後 然後 再加id 好 然後 想一下喔 還需不需要加其他東西 然後再加一個label 然後這個是 forcolor 那我們這邊呢 再建一個參數去取得 其實這裡是可以直接建custer啦 但我 當時不知道怎樣 沒有睡飽 就建這一個參 就用later了 希望是可以拿到 那我在 這裡的話呢 callback的地方呢 也去建議相應的 color 然後 之後呢 我們把color也做傳入的動作 然後在上面build的地方呢 我們也傳入color 好 那我們先確認這件事情呢 它是work的 那我們 可以先看一下表單 是不是開起來 好 它有tail顏色 只不過它顏色 OK好是正常的 好那我們重開一下 因為剛剛所說它套件的話 我現在假如說我執行的話 它是會看不到我剛剛加入的內容 這是一點比較討厭的內容 比較討厭的問題 等一下 我失去我 我的方向 好 那我們重開一下schedule 我還剩五分 六分鐘 二分鐘 好 好 那我們確認說 它的 它的表單是有正確傳輸 那它照理來說這個應該是0000 好 那它有正確傳過來了 那下一步呢 我們就可以看一下 假如說要更改 顏色的話 會是怎樣做 那通常呢 那通常呢 這都是intelity 去處理的範疇 那裡面有一個叫做 Layer的地方 我們可以去改它的 改它的顏色 點color 那我們這邊先來試一下 那我們這邊先來試一下 假如說它有group 然後之後我最後建完之後 我再把它的 整個group 點 Layer 點color 不知道可不可以這樣呼叫 我就試試看 好 那它會錯 應該是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API 那我重新看一下 telity 那找一下是否有一個 可以用的東西 要不然還有一招啦 就是我直接看我原本的章案 是怎麼寫的 一個的comment 等一下 是不是不是這裡 還在打開刀 好恐怖喔 我們Telry喔 ok 我找到了 那我們再來做一次測試 好 那它建設來呢 就有相應的顏色了 好 那這差不多 時間也差不多了 好 那不知道各位有問題想問我嗎 如果沒有的話 你記什麼動機還是動機 因為一般動機的超少在玩 好 那不知道各位有問題想問我嗎 因為 接到案子 就去研究 對 就是 有營建 就是有建築師來跟我接觸 然後說他們 因為這個 目前我參考的 它是一個泰國 廠商做的一個系統 但是 泰國的建築法規跟台灣不一樣 就是台灣來說更多的地震 因此我們的鋼筋的擺放方式 也會相對於來說有不同 所以你做這個 是要產出 房子的 呃 我要做的這個東西是 是廠出它裡面的鋼筋 就是 像我 我再 重新示範一次好了 就是 我希望做一個結構體 然後我可以知道說 這個結構體 我到底需要多少的鋼筋 那我就可以用這種方式去做建立 那 原本相對於我們手動來做的話呢 它會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情況 那我們可以建完我們的鋼筋之後呢 再用統計報表去得知說 我到底需要多少 跟廠商 訂貨 就是說我需要多少的一些鋼筋量 前一個話 前一個頁面 前一個頁面 那是鋼筋之前的那個頁面 也是HTML 對 那個也是HTML 所以說它是可以直接把HTML 就是你寫網頁的形式把它整個搬進來 它也可以去載入Fuel或者說react 所以它配音裡面就是包的然後 然後 然後 它是QoN的那個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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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時間差不多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你請問不好意思 你說跟現場嗎 現場施工一定會有一些誤差 然後 之前 設計師 建築師跟我說 這個 報表主要是一個 參考 但是我們可以再增加一些 就是容錯的 誤差的 範圍 然後但是 就算是這樣子 也是會比說 一個建築師他依照經驗去 估量 來得更準確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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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是 呃 對 OK 謝謝 謝謝 那還有 時間剛剛好 就是10點35分 這場議程做到這邊結束 那接下來 可以進入為 10分鐘的 開場休息時間 感謝獎者大家的參與 然後 還有議程當在10點45分開始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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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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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